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会并发表对台谈话内容强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强调中国统一他说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 然而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郭文贵在前一天直播受访时曾揭露 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定调双权制就是要控制台湾民心、媒体、控制经济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除了习近平发表谈话再也不提中国改革开放的工程师邓小平以外 再度对台湾发表谈话强调台独是极少数分子、分割台独分子与台湾同胞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统一不会伤害台湾的经济利益、不提政治利益 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祝梦、圆梦等推销中国梦的论调 中国政府欲除之而后快的郭文贵在前一天受访时表示 现在共产党对香港搞叫做商政双轨制言商必言政对台湾 他们很清楚了叫做双权制 中国欲控制台湾媒体也要控制经济什么叫双权呢 全部的经济控制全部台湾的民意控制、抓台湾的民心 就是控制媒体 他解释说恰好就是习近平谈话中刻意强调台湾的经济利益 而且提到台湾这次的选举 红旗飘飘台湾正在加速堕落 他还说在台湾有人靠卖台为生 郭文贵提到共产党现在正在加速控制香港、台湾和反基督教 在香港搞商政双轨制 台湾搞双权制对宗教颁布宗教互联网管理办法也搞双轨制 谈交必谈政 所以可以看到和尚在跳八字舞 拜毛泽东 郭文贵表示王岐山告诉和尚庙里面是中国现在最安全的地方 最有隐私的地方 没有庄奸士气还说中纪委可以尝到庙里开会 实际上早就装奸士气了共产党还要把中国梦植入各个宗教信仰里面去 郭文贵提现在中国的宗教自由感到忧心 这个中国梦呼应这次习近平谈话中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祝梦、圆梦的论调 他指出共产党控制台湾媒体对香港要让香港人不敢开口说话 现在布下了几万个执法黑鹰就是港宝局 郭文贵比较英智时期的香港说以前情报系同有廉政公署、律政司管、港首在管 现在香港全部以黑治国 控制中心就设在东关、深圳 这次习近平谈话提到了台湾同胞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做出重大贡献 和郭文贵的说法难得有相同之处 但郭文贵强调的是台湾人家都把所有钱投到你这边了 给你钱给你未来 就这样你还要揍人家 今年中国经济宾威加紧对台日美威胁 2019年在人民币、港币濒临崩盘危机下 港股会忽高忽低因为他们要洗钱 郭文贵表示当中国内部遇到极大压力之下就会开始对外威胁日本、台湾 人民币、港币崩盘之时就是中国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之时 不过他也透露与班农成立的中国法治基金获得来自各方有利人士踊跃捐款 很多都婉拒了其中有来自台湾某大家族捐款找到了在纽约一间与郭文贵合作的律师事务所指开出一个条件 不管你郭文贵支持哪个党 但每次爆料B提台湾谈共产党在台湾做了什么事情 我还是婉拒他了 郭文贵认为中国的经济在2019年是改革开放40年来最惨的一年 接近崩垮2019年我不会恭喜你发财 那是骗你的只希望你平安、健康、高薪能活着就不错了 接下来